全球現場來關注了 美國總統拜登在7月21號確診之後 在7月26號康復 而到7月30號他又有陰轉陽 白宮的醫師表示了 他今天的篩檢結果再度呈現陰性 他們說總統仍然感覺健康狀況相當良好 不過呢為了求審慎 拜登接下來仍然會繼續隔離 以等待第二次陰性篩檢結果 根據總統的這個白宮方面的日程安排 拜登計劃將在8號前往南部肯塔基州 來視察當地的毀滅性洪災 好這個最新訊息也提供給您 另外來關注了俄乌戰爭 目前烏克蘭南部扎波羅熱核電廠 也就是歐洲最大的核電廠 5號金船發生了兩起攻擊事件 核電廠周邊遭到了炮擊 傳出了爆炸聲響 對此呢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發影片批評 這樣的行為根本就是恐怖攻擊 然而呢 莫斯科當局否認攻擊行為 他們指責是烏克蘭蓄意栽贓 俄羅斯方面指出了 俄軍入侵烏克蘭不久之後 就佔領了烏克蘭南部的扎波羅熱 而俄軍也使用了扎波羅熱核電廠 來存放很多重型武器 因此呢烏克蘭方面把核電廠作為攻擊目標 雙方目前是互相指控 事實仍有待進一步來確認 好目前呢 這個俄烏戰爭入侵到打到現在已經5個多月了 那麼俄軍呢在南部遭遇到了挫敗 戰事停滯不前 最新消息是俄國的總統普丁 現在要緊急徵調烏東的俄軍來轉往了南部地區 這個最新訊息也提供給您 另外來關注是以色列的軍方今天警告了 針對加塞地區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的致命空襲 可能持續一周 這堆稱是以巴勤勢自去年5月爆發11天衝突以來 再次升高到最嚴重的局面 埃及的總統表示了 開羅正在與雙方昼夜不停的來協商 不過呢截至到目前為止 雙方都拒絕結束敵對行動 加塞的日常生活已經陷入了停頓的狀態 另外來關注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了 預計在10號進行內閣改組 以及自民黨內部的人事調整 一起來聽 另外來關注的是南韓第一個月球軌道探測器 8月5號成功發射了 將展開為期一年的觀測任務 如果計劃成功的話 這也將成為世界上第七個發射無人探測器到月球的國家 3 2 1 0 燈光 然後升降 火箭升空氣勢雄偽 現場響起熱烈歡呼 南韓時尚第一個月球軌道探測器塔努里 搭載於美國太空公司SpaceX列英9號火箭之上成功發射 探測器重達678公斤研發耗時7年 花費台幣近54億 發射後預計在今年12月抵達月球上空100公里 若計劃成功 南韓將成為第七個把無人探測器送上月球的國家 抵達月球後 探測器將每天繞行月球12次 使用6種不同儀器調查月球表面 任務將維持一年 同時還嘗試開發無線網路環境 來連結衛星或太空船 這也讓南韓距離2030年登陸月球的目標更進一步 另外貝佐斯旗下的藍色奇人火箭 也在4號完成第六次太空旅行任務 成功載著6名乘客升空 其中包含知名網紅 還有守衛進入太空的埃及和葡萄牙人 火箭從進入107公里高空到安全降落地面 全程只花10分20秒就完成 記者綜合報導 這場軍演引發了國際的高度關注 對此總統蔡英文6號晚間再次重申 大陸持續造成台海以及區域的威脅 但國軍在第一線守護國家安全 同時蔡總統也在臉書PO文 他附上了一張圖片 他說目前台灣的外交團隊 27位的駐外大使也在世界各地 持續向國際的主流媒體發聲 表達了捍衛民主自由的決心 最後蔡總統呼籲了 在全世界各地的台灣人 應該要團結一致共同發聲 讓國際社會更支持民主台灣 共同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這是蔡總統最新的臉書PO文也提供給您 另外目前台海局勢 主要真的是因為這個裴洛西訪台而急劇升溫 但是根據美國媒體報導了 在過去一個禮拜 中國大陸的軍事高層官員 多次拒絕接聽五角大廈高層的電話 讓原本已經緊張的台海局勢 增添再升級的風險 主要是根據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 在5號引述了三名知情人士報導說 北京方面不接聽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跟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Milli的電話 大搞失聯 美方官員跟專家認為 中方這麼做為已經緊張的局勢 增加升溫的風險 另外美日澳三國的外交部長 5號則是發表了聯合聲明 對中方連日大規模軍演 影響國際和平穩定的行動表示了關切 他們敦促北京應該要立即停止軍演 並重申致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好這個也是最新訊息提供給您 另外解放軍釋出了最新畫面 畫面中您可以看得到大陸的飛官架著戰機 逼近台灣海岸線 還聲稱看到了台灣的護國神山中央山脈 讓台海局勢更加緊張 而美國航母雷根號最新的動向也曝光了 目前雷根號已經離開了台海 回到了日本橫須赫姆港附近 不過白宮罕見預告了 在未來幾周雷根號有可能會穿越台海 大陸解放軍又釋出最新畫面 數十架殲擊機和轟炸機等多型戰機 赴台灣周邊海域進行實戰化演練 解放軍聲稱戰機已經貼近了台灣海岸線 還依其看到台灣的護國神山 恫嚇意味濃厚 戰機陣容包括了殲-11戰機 它是超音速全天候殲擊機 可近距離格鬥還可對地攻擊 主要用於奪取制空拳和防空作戰 同一時間十多艘解放軍艦艇也步步逼近台灣 甚至狂踩海峽中線 解放軍海空同步包夾台灣 美國航母雷根號最新位置也曝光 目前位於日本海域 離母港 橫頸 赫港相當近 白宮預告雷根號未來幾周將穿越台海 雷根號可搭載F-18超級大黃蜂戰機 和各式直升機至少90架 未來還將換裝F-35 隱形戰鬥機 雷根號可連續航行20年都無需加油 還配有先進火控雷達和防禦雷達 另外還有兩座RIM-116滾體飛彈 雷根號航向劇本 美國立刻從太平洋和南海 派了一艘兩棲攻擊艦 還有一艘導彈驅逐艦 前來台灣移動海域 目前已經抵達 中美軍事較力 一舉一動也讓台海情勢更加緊張 記者綜合報導 一般的XO象不簡單 它必須要入住澎湖喜來登總統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 嘗上這麼一口的頂級XO象 好 掃描這個QR扣 或者要上快點購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頂級的XO象給帶回家 好看 好看 各位有底部 請看到 Dong 李 他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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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